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个检视与参照 里面找到这个范例 检视与参照05这一个 开起来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边有个综合练习1跟2 前面的话有个Lookup HLookup跟VLookup 总共会有这些函数 当然在寻找与参照函数里面 但不只是这些函数 其实还有包含其他的 我们也会一并来看 那里面的话大概来看一下 第一个Lookup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就在F栏的左边 F栏的左边 这个部分的话等于是资料再放在这边 资料里面包含总共有5个栏位 编号姓名总销量名次跟业务水准 然后呢他的右边部分的话 就是一个查询的一个界面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输入比如说我输入一个编号 005的话 那我希望怎么样 把005这个编号找到之后 他的其他的资料 帮我分别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带到这边来 姓名 总销量 跟名次 还有业务水准 那当然如果说我今天可以输入其他人 比如说006 或者是其他的资料的话 一样可以帮我带出来 这个有点像一个查询界面 右边部分的话是一个查询界面 可以帮我查询 不过理论上当然如果编号我们一般需求是最好是因为如果你自己输入有的时候会容易发生错误 最好当然是一个下拉清单 那如果是一个下拉清单的话 当然我们就可以比如说要查哪一个人他自动帮我把那个编号自动帮我带过来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呢 请各位游标放在姓名 H4的这地方 那插入函数里面 可以找一个类别 类别部分的话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检视与参照 那这个类别呢 里面比较重要的实际上 最常用的应该是这个 V6函数 OK 那他的主要用途就是让你怎么样 可以透过好检视 检视 其实检视这样看不太出来 实际上就是要做资料的比对 比对到某个资料 他帮你把资料带过来 当然除了V2函数之外 其他还有像什么 比较常用像Lookup Index Indirect Match Obset 等等的这些 那其实这些函数的使用方法 不外乎就是你要在哪个地方找什么资料 他自动帮你带过去 OK 大概的流程这样 那我们第一个先来看一下Lookup OK 按确定一下 那这个Lookup有两种参数 我们选第一个好了 OK按确定 那这个第一个参数里面就是说 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到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说你要找什么 那我要找编号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Lookup Value 那再来就是Lookup Vector 指的就是说呢 你要找的资料的范围你要告诉我 那我要找的这个资料的范围 在这个编号里面 那特别注意 不包含这个栏位名称 把这个范围给它 这个时候呢 它会丢过来是一个阵列 那阵列的话呢 就是1 2 3 照顺序放 然后呢 Reout Reout Vector 意思是说 那你要在相同的位置里面 把另外一个栏位的资料带过来 那我要带什么 带姓名 所以呢 我就把姓名的同样 特别注意哦 一样的范围 不包含那个栏位名称 一样帮我选取 那它将来怎么样呢 它会帮我找到什么 005 在这一个范围里面的位置 OK 它会找到位置之后 自动帮我把Reout的这个 也是第五个的位置 帮你带过来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OK 所以 Lookup函数 主要的用途是这样 我们按确定好了 OK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自动帮我把那个流红均 有没有 自动带过来 为什么 因为005刚好 相对的位置就流红均 那同样的方式 那可不可以把总销量 或其他带过来 当然可以啦 那实际上呢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 把它复制一下 直接怎么样 取消 直接呢 总销量部分的话呢 因为它跟刚刚的这个 这个最大的差别 其实Lookup的 因为还是要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Lookup Value 然后呢 你要在哪个方 只有第三个总销量 刚刚是姓名嘛 那把它 把这个B3到B10 这个把它选起来 把它改成总销量 OK 然后把它打勾 意思类推达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把其他的资料 带过来 OK 那这个当然 就是也要把它 把它稍微修改一下 把刚刚的东西 下面这个的话呢 就是把 也是在贴上公式 把C改成D 那再下面的话呢 把这个改成E OK 那全部就完成 不过 基本上当然 如果你的查询界面 通常跟资料会分开 所以待会请各位 干脆把这个查询界面 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好了 不要放在旁边 因为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个完整性 那也许等一下你可以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这工作表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做查询界面好了 那把这个 比如说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这个地方做成下拉清单 让他用下拉清单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lookup函数 当然跟v2函数 当然你这边也可以用v2函数 如果特别注意 v2函数跟 这个lookup函数 最大的差别 就是 v2函数只能够查 那个第一个栏位 那lookup函数 它不一定只限 下任同一个栏位 好 Kathryn